余力是双标的危害 余力是司马南父母和祖先给他取的真名之姓 以下简称余力 孙中山先生余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不明思义 同志就是指志同道合的人 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 而余力在最近的视频 中汉张春桥为投资 余力的粉丝解释说只是口误 不管是口误还是爆料 我们这些外人都不好下结论 只提一点 如果不是我们平时想的 说的怎么可能只是张嘴就买 其实余力出现 这种情况很正常 有人评价说 他从来没有为改革开放说过一句好话 他虽然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 和资本带来的很严 但一直从心底里痛恨改革开放 他把这群人当成自己的粉丝 当成自己的韭菜 大肆收割流量和地润 至于有此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伤害和损失 很抱歉 但不在我余力的考虑范围内 结论很明确 余力是一个温妖的利己主义者 余力专注于剑锋使舵 在余力 其技能在30年的经验中得到完善 80年代 气功大师如日中天 余力曾对外老师研究气功 余力不仅对气功感兴趣 还对严新的网络感兴趣 没有这些资源 余力不可能取得现代的成就 然后国家开始整顺气功 这时余力突然变得正义 率先揭露了气功的秘密 甚至痛打了严新疑论 并成功消耗了严新的网络 一级赢得了大量的名利 然而余力之前的丑态行为 却成了其粉丝的耻辱 有媒体人评论 余力这种人在意识上有个称号 叫独机主义三开人物 日后来了 独民党来了 共产党来了 还能吃 俗称三开人物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见人就瞎说 没立场 即兴发挥 余力的技巧 不仅仅是与与熊掌兼得的投机 更是对所谓宽以待言 也以预计的完美诠释 充分体现了双重标准和两面派 最近余力发了一个视频 情不自禁地歌颂日本 莫言先生为啥自己破坊了 有问题批评莫言赞扬日本 把所谓的莫言赞美日本发生在2014年 余力二十年前能挖出莫言的坑 却不记得四年前作过的字 余力二零一八年 重庆穿着和服唱着日式圣歌写一副 关于东京的纪录片系列 二零一八年的中国有多壮阔 余力把日本农村作为中国发展的标杆 日本农村的风景 我心里生出一种感觉 我在想 我说出来会不会被打 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就是把农村建设成这样了 换句话说 我们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能否借鉴日本农村发展的经验 余力之前说过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 任何粗暴 阴险 狡猾 不理事的声音都应该被呼吁 中日民间友好 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和前提 余力我所说的似乎只有在我保护自己 地义的情况下才有效 为了中日友好 他去了日本 吃最贵的日本料理就是体验生活 莫言他去了就给日本唱蛋糕了 奉承日本 这一对真是背着来了 更丢人家还在后面 余力将莫言粉丝的来电录音发送到互联网 余力中的录音有理有据 即使抓住小女孩的每一个漏洞 无论是拓克漏洞 还是逻辑漏洞 做出雪崩式的完美反应 其滴水不漏的程度和口才 都比不上优秀的便手和大律师 明显感觉就像一个职业拳击手 在地上摩擦一个牌子 在此 我要为余力的沟通策略 和辩论技巧点赞 这段录音是应对技巧 新闻发言 辩论技巧等沟通技巧的经典案例 录音发布后立刻报复 热度创近期新高 即使评论9万 但13万 余力他不仅得尝所愿 还成功的再次割了一锅韭菜 为自己的美国豪宅添断交往 事后 余力专门发布了一段视频 不仅苦口婆心地试图疏力网报受害者的弱势形象 还解释了曝光电话 录音并不违法 而让这可怜的女人粉丝 不仅促成为余力 还让余力粉丝被打上了网报和低素质的标签 但是 法律只是做人的基本标准 一个普通人非有心计却无心的大起步 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成熟老练的运营团队对付 然后又夸道 我只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我没有攻击莫言 但是我控制不了粉丝说什么 我不能也不为他们的言论负责 这就是余力的高明之处 毕竟是千刀万剐 不沾身的江湖牢骚 万事俱备 天地清晰 只欠红线一副 无论马云 有船志 崔永元 方舟的莫言 万恶只能由别人来做 余力总能找到正义的地图点 余力贴莫言的目的也许比想象中 可怕多了 人类战争的终结是文明的战争嘛 目前地球上有三大世界级文明 分别是中方文明 西方文明和中东文明 但主导地位的显然是西方文明 随着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巨大成功 比起向世界的路线 为适应工业化大生产而 产生了主体教育 导致全人类目前 都在复制西方的主体教育模式 再加上文明之间很难坚弄 所以西方在各个学术领域 都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和话语 所以诺贝尔奖的各种大到来自西方国家 当然 西方文明是铁了心要统治人类的 人类的终极战争 也可以说是文明之代 2012年中国级莫言莫德诺贝尔文学奖 我知道西方实力显然不太高兴 但是莫言的作品取名太高了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奖家 总是否定中国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莫言挖的作品 获得了2011年的毛顿文学奖 这也是当然的 莫言之前获得过很多国内外的文学奖 莫言为什么能够考虑西方的风格 首先 莫言来自孔明之乡 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法源地 虽然整个中国大地 都在接受西方学科教育的洗脑 但人们对宇宙生命的整体认识 和任同确诊刑建员 作为一种古老的东方文化 它讲究天人合一 集人与宇宙图 所以按照西方学科教育的标准 莫言小学还没毕业 所以莫言几乎躲过了西方学科教育的洗脑 口上能了解宇宙全生命的自学之物 此外 山东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浓厚的学习氛围 另外 山东作为中华文化的徒弟 曾经有过非常寒温的思想 莫言的作品 也继承了互相的思想文化基因 让他的作品更有思想精 山东是中国唯一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过亿的城市 也是一个非常健全的省 工农业发达 古今雕容 地貌风促模样 沙海大普遍 如果说哪个省最能代表中国 相信会有更多山东人代表 山东是地分云 这里出生的人 从小就要处理自己变化带来的温饱问题 所以能更好的调动人体和大脑的体育功能 所以智力水平 比较高 莫言小时或狠毒 吃不饱 也许是因为我生命利弱 求之欲强 更有利于调动人体和大脑的体育功能 或者说心灵功能 现代人类和人第三位 跨时代先驱吉凯尔 牛顿 方式都是因为脆弱的肥年 提拔了他们的敏感合作会 才以后 人类历史上很多所谓开悟的人 都是大兵之后才开悟的 致实上 在近百年的学科教育市场 尤其是二战后 并没有出现挂时代的人物 如果说人类是进化点 其实主要是大脑在进化 其他的都在退化 由于人类大脑的不断进化 特别是通过越多 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知识 技能和理性思维 所以人类的自然本能 和其他动物一样 已经退化了 比如人类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 感知地震 视力越来越大 由于人类用火作汗 大量命运无法进入主体 所以人体消化器 同免疫功能大大下降 再也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 吃生冷的食物 甚至地上腐烂的食物 也就是说 少读书可以激发人体的潜能 比如 一千年前的慧能大使 是个不实质的人 却能写出一首 境界前所未有的诗 无疑无数 明镜悲态 宁愿什么都没有 所以引起了灰尘 当今国际形势桌面不达 敌对视力更加隐蔽 攻击莫延 是为了彻底挖掘出 中国文化坦克的文化脉路 因为几乎所有所谓的高智 都被西科教育给了洗脑 这显然不是一个中国中国的脉路 尤其是把莫延 这个敢说真话你能拿下来 再也不会了